13. 星島日報 優化人事管理促設中央培訓委會 2015年7月15日港民A06醫管局七大聯網各具的情況 不但體現在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上 醫管局報告中間運用大篇幅批評醫管局各聯網的人力資源處理方式不一致 報告中多範要求醫管局加強中央統籌角色 促成立中央培訓委員會 制定培訓政策和分配資源 並應與國聯網設立定期溝通和匯報機制 確保國聯網的人力資源的管理和作業方式一致和公平 清楚界定部門主管各式醫管局檢討督道委員會報告指出 不少公園員工認為 國聯網對醫管局人力資源政策的詮釋和執行方法並不一致 更在拼任或晉升過程有偏坦不公情況 對員工程水和士氣構成負面的影響 報告建議醫管局總辦事處應參與晉升選不和職位調派工作 提高透明度 並在情況所需時 如緊急狀況 人手短缺或服務需求激增時 擔當中央統籌角色 安排人手調配 檢討督道委員會又在報告中多次要求 醫管局總辦事處加強其統籌角色 確保國聯網和醫院的人力資源的管理和作業方式一致 公平和公正 報告建議醫管局成立中央培訓委員會 制定整體醫療人員的培訓政策和分配資源 清楚界定部門主管所擔當的角色 特別是在林 管理方面的職能 使各聯網不能再各自為證 報告更建議醫管局總辦事處應加強為高級管理人員和林 人員移設的員工發展計劃 給予高級人員不同的工作崗位 以吸取廣泛的經驗 並透過掌學金和務以實習訓練課程等 加強員工培訓 食貧膚閉藍席反嬌原 現時不同的聯網有不同人事管理方式 醫管局會就建議在統籌上擔當更主動的角色 並會平衡醫管局外一致性和效率兩項需求 高永文表示 政府瓦外撥與醫管局的11.7億元中 其中有3億會撥入這方面的人力資源的管理 記者朱韻肥 記者検討 記者 手提供 記者 佛建